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店面维修基金概述会 今天的内容由经济发展办公室OED提供 概述介绍,今天我们将讲到基金概述 我们将提供哪些服务和资金,以及申请流程,资格和申请 还有常见问题和现场问答 店面修复资金SRF将会投资180多万美元用于支持西雅图小型企业 基金主要目的用于支持2022年1月1日或之后遭受财产损失的小型企业 小型企业可以通过店面修复基金申请2000美元的补助金 用于修复这段时间内的店面财产损失 店面修复补助金仅用于当前的财产损失或2021年1月1日至现在的过去损失的自费费用 补助金不包括预防措施、清理涂鸦、绘画、购买安全摄像头或丢失赃物 申请资格 我们将介绍符合条件的财产损失、申请人资格和所需文件 以及申请的流程 完成线上和线下的申请、收集所需文件 符合条件的财产损失包括坏掉的玻璃、门、锁以及窗户上的时刻 申请资格 包括在2021年1月1日后遭受过店面破坏 经历了2019年冠状病毒流行造成的直接经济破坏 以及拥有有效的西雅图市营业执照 全额缴纳城市商业核占用税B&O 且店面位于西雅图城市领土之内 企业是独立经营、非特许经营或连锁经营 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 拥有不超过两个店面 目前正在运营且对业务保持积极的态度 额外申请资格标准 每个企业、企业所有者 EIN、SSN、UBI号、职业执照号、营业执照号、家庭或业务地址 最多只能提交两份申请 每个申请必须针对不同的事件和不同的日期 企业必须至少营业24个月 截至2022年的10月1日 企业必须在实体场所 或者移动卡车上运作 为公众服务 企业规模的标准 在过去的24个月内 企业的全职员工FTE不得超过50名 企业的年进收入必须超过1000美元 但不得超过700万美元 在2020年和2021年 向城市财政准确报告商业和职业税 没有店面维修基金申请资格的企业包括 1.企业位于未被包括在内的金县地区 2.成人娱乐企业 成人娱乐企业受西雅图市政法的监管 3.501C3、501C6或501C19非盈利实体 4.大麻商店、大麻种植者和大麻药房 皆不符合资格 申请的流程 申请将在2022年的10月18日开放 线上申请 可以访问网站seattle.gov.gov 可以通过公共图书馆和小型企业组织 语言支持可以联系OED 我们的电话是206-684-8090 或者邮箱 OED at Seattle.gov OED将会继续接受小型企业的申请 直到所有的基金用完为止 申请前请省阅以下信息 工作人员将通过带有206的区域号码的手机号 或者以atseattle.gov结尾的邮箱联系申请者 企业可以通过拨打206-684-8090 或访问我们网站上的工作人员目录页面 来验证工作人员的身份 所需的材料 提交申请时 您需要同时提交以下文件 统一的商业标识符号码 城市营业执照号码 城市商业和占有税 如果获取资 获得资助 您将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一 财产损失的证据 您需要提交以下三个文件中的两个 完成维修的收据以及或者当前损失的预算 警方报告事件编号 店面损失图片 二 唯一的实体标识号 自2022年4月起 获得联邦资助项目拨款 需要一个唯一实体标识号码 也就是UEI 华盛顿州商务部 为如何申请这个号码 创建了UEI常见问题列表 三 雇主识别号UEI或社会安全号码SSN 西雅图是一座号客的城市 我们重视包容和平等 市政工作人员不会询问您的公民身份 我们为所有居民服务 无论是否是移民身份 四 填写W9表格 有关W9表格的信息 请访问美国国税局IRS的网站 翻译和口译支持 双语工作人员可以用以下语言回答问题 并帮助申请人完成申请 阿姆哈拉语 汉语 韩语 索马里语 西班牙语 泰国语和越南语 通过我们的语言热线206 684 8090 可以获得其他语言的支持 在申请之前 您也可以阅读本文档和申请问题 常见的问题 请阅读以下问题和答案 以了解更多的申请标准 能申请多个事故吗 如果遭遇多次店面破坏事件 我们的办公室将允许企业多次申请两次 直到没有更多的资金 这些事件必须发生在不同的日期才有资格获得第二笔补助金 申请这项拨款是否需要提交警方报告 我们的回答是并不是必须要向警方报告 为了证明财产受损 您需要提交以下三份文件中的两份 收据警方报告事件编号 以及或者照片 商家可以通过拨打911 或通过在线犯罪报告网站向警方报案 营业执照长什么样 您可以通过访问以下两个网站来查看 华盛顿州营业执照和西雅图城市营业执照 如果您需要许可证相关的帮助 可以点击以下网站了解业务用户快速入门指南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城市金融公众柜台 了解许可证和税务相关问题 公众柜台只限预约 见面形式是线下 营业时间是星期二及星期三上午 8点30分至下午4点 联系电话是206-684-8484 邮箱是text at seattle.gov 如果您有FileLocal相关的问题 可以寻求FileLocal支持柜台的帮助 电话是225-215-0052 或者1-877-693-4435 你也可以联系我们的邮箱 FileLocal at e govsystems.com 如果您需要语言帮助 可以联系经济发展办公室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206-684-8090 邮箱是oed at seattle.gov 如果您想要通过经济发展办公室 获得有关其他项目的最新信息 请订阅我们的通讯 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您可以在Twitter、Instagram以及Facebook上面搜索 at seattle.economy 请订阅我们的联系电话